今天是五都選舉選情最后一個星期六 當時台北市長選舉在郝隆斌是拍出主席 跟國民黨的主席 馬英九 會才是專程背郝隆斌去掃街拜票 另外 蘇晉秋是跟這東集的 市議館好選情共同去拜票 希望可以發揮這個家母 帶家子的氣勢 拚選舉 國民黨主席 馬英九 秦信讀軍 泡沙培當郝隆斌到湖南市長拜票 日前民眾想要解破 馬英九 慶祂帶來大家看看為郝隆斌來加油 郝隆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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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有主席 總統拜和市議國民黨中央21號 要為郝隆斌鼓行大遊行 專檢全面水平 不過有民進黨市議館標示 只要市府廣告的檢顧 台北市政府共表黨員市府廣告 參加一月二月的大遊行 連市集團的一片廣告也會去 我們每一個小分隊至少三個人 明天要被動員在市政府的東側門 這絕對是一個不實的批評 我也覺得這對所有市府公務員也是一個污蔑 郝隆斌 郝隆斌稱是負責隊沒有不動動員 不過一一二一遊行 這次要跟郝隆斌的七七掃球 這兩家都做到秉進黨對手 收集中回程是政治消費 主管提議的官員在第一時間不能捍衛 後來才要來消費 這樣就很不好 不過馬英九也是以中東新婚強調 近乎在得一時間及其楊熟軍的禮物 在事實真相調查清楚之前 對於我們中華隊的這個指控 完全都不能接受 我第一天就有回應了 昨天是我出來接受訪問 但是在這個發生的當天我們就有回應了 三前只要一個禮拜 郝隆斌拍出四十五個來拚三票 收集中一次當初四季外表三人 到天掃過五票 在肉身發肥 為母帶幾個孩子去世 記者綜合報道 召喚 CAMBI